苹果秋季发布会算不算出彩 首先最大的升级就是新增了三种配色的第四代iPad Air 采用10.9寸全面屏设计和金属切角外形 5nami A14芯片首次亮相,性能拉满 前值700万,后值1200万iPad Pro相同摄像头 Touch ID集成在顶部电源键 支持WiFi 6,键盘还有笔,通通都可以 可惜没有高刷和面容解锁 第八代iPad算是常规升级 A12处理器,支持一代Apple Pencil 内存32G起步,国行售价2499起 便宜到提不起裤子,不对,兴趣 手表也是发布了两款 Apple Watch S6和小弟 SE 六代新增红蓝全新配色 开始支持写氧饱和度测试 CPU也是升级到了基于A13的S6 比上代快20% OS on Display亮度提升2.5倍 新表盘和无需表扣的新表带 我是真的想要 小弟 SE则是给五代打了个替补 拥有和六代相同的加速感应器 陀螺仪和全年后高度计 采用五代处理器,四代显示屏 不支持常量和写氧测试 A199起售,学生男表示下这个价格香不香 最后有请库克 各位对不起 iPhone 12还要等等 阿西吧